欢迎打开罗米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判决 The Children 8 改编至英国知名小说家的同名作品判决 由Emma Thompson主演 配角者有Stanley Tucci 以及敦克尔克大行动的Fionne Whitehead 导演的是长路将近丑闻笔记的Richard Eyre 很厉害的导演配上很厉害的演员 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故事由一个未成年的少年 因为家庭和宗教的关系 拒绝书写的案件开启 引发主角这位法官 对自我还有人生的质疑还有省思 一开场先由一桩连体婴的分离手术揭开序幕 应该要选择进行手术 让其中一个婴儿可以健康地活下来 或者是让两个生命按照天命自然地死去呢 双方都有支持者 怎么判决都会有反对的一方 案件是残酷是两难的 没有一个选择是完美的答案 而法官能够依规的只有冰人的法律条文 法律是怎么定的他就怎么判 但是主角这位法官的生活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婚姻的危机让他没有办法面对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他只能绕下狠话 我觉得判决这部电影似乎是在质疑司法系统 质疑按照法律条文所做出的合理判决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在讲清官难断家务事 没有一个选择是百分之百的对或者是百分之百的错 合情又合理 判决除了挑战司法也挑战宗教 更是挑战婚姻当中的戒律戒条 所以这部电影有些地方看起来是很有趣的 是很反骨的 好像在问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定 才是在婚姻当中爱的表现吗 才是在信仰里面对神的崇敬吗 这部电影虽然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但过程更厉害的是让我们思辨的剧情 在法律上、道德上、人性上 什么是真正的对或错 而最后大于一切的 超越对错的似乎还是老梗的爱和包容 也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救赎 电影片名Children Eight翻译成中文是儿童法案 是指以儿童的福祉为原则作为第一优先 同时也是指儿童的行为 什么是儿童的行为 是做了不成熟的事情 是指不在乎生活里面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定 或者是别人的眼光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又让人想到小王子里面讲话呢? 呃,虽然这部电影听起来很严肃 但其实是还蛮有可看度的 是很幽默风趣的 剧情夹杂着严肃的议题 和英国人诙谐幽默的喜闹风格 并且在这几位主角的剧情上 他们在讲的都是一些对生命的热情 对生活的向往 对我来说是很不无聊的 这不是一部很热闹的剧情片 它不会有很吵闹 很戏剧性的那种大吵 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很饱满的对话 演员都表演得非常好 不跋扈却都能够打动人 Emma Thompson 超级适合扮演这位外人内热的法官 我非常喜欢看她面对一个又一个 无奈难解的案件时的表情 而Stanley Tucci 就是很帅 很有魅力 跟她在每一位关系当中的角色是蛮像的 就是一个完美到不行的好老公 而这位Fianne Whitehead 完全把这个清嫩未经世事的青少年 应该要有的心境给表现出来 而且这个角色还要呈现出 非常不一样的心境转折 更不要说这个少年跟法官的互动 是非常的精彩好看的 判决是一部我觉得非常优秀的电影 在比较平淡的剧情之下 充满了戏剧的掌力 充满了后劲 冲击我们对人性还有法律的反思 并且会让人有痛的感觉 适合喜欢类似以剧情为主的 小说改编电影的人去欣赏 特别推荐给在生活当中 常常会面对两难抉择的你 判决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